Hello 各位同学 各位朋友 各位客人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盒1比32大比例的Newport New16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纽波特 那是法国的飞机 那在那个年代呢 我认为有点像是红猪的年代 在航空飞行刚开始 他开始有人航空飞机发明之后 各种航空机的发展 那纽波特呢 这型飞机本来其实是拿来做空中竞赛用的 就像红猪一样一开始 大家也是在空中竞赛 但后来因为战争的爆发呢 就转做军事用途 这盒子呢 宽度呢将近40公分 跟着这个长40公分 40公分 宽了将近25公分 盒子蛮大的 那里面套件呢 打开 我带来给大家报告 一样 我有做一些预期 所以东西会拿出来 先看一下 袋子有解开 盒子呢 打开之后呢 虽然只有三片 但是因为这是高级版 旁边看到这个 这个贵的东西就在这里 那我们先讲一下里面的三块板件 板件 板件干干净净啦 这Special Hobby的品质是有一定的 再来 记忆 记忆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布纹要做出来 做那个要有那个感觉 感觉 再来 套件 非常的干净俐落 柜是柜在这里 这一包 那这里面呢都是素质套件 一般呢它像有我们讲的控制面的铰链啊 发动机的气缸啊 水箱啊 都有在里面 那还有一个柜柜在哪里 柜在这一块 石棵片 石棵片的左边有没有看到一个透明片 这块透明片 听说是找棍子也做出来的 这是坐舱的坐舱罩的我们讲的风档啊 风档 很细啊这个连那个 那叫什么 座椅背带都有 安全带都有 都有 那贴纸呢 这个贴纸的涂装呢 那贴纸还蛮漂亮的 漂亮的 那这涂装是一战的时候美国志愿军 到法国打仗的美国志愿军 叫做洛夫耶 洛夫耶 拉法耶中队 那说明书里面呢 我大概有看一下啊 它的图内容相当的细致 从从它的座椅的部分 座椅的部分就有特别讲 特别很细啊 1比32可以做到很细 这个坐舱里面发动机 怎么没有看到拉线呢 一站的飞机拉线是重点啊 有在后面 在后面 在后面 那那 他们的飞机啊 这个 Newport的飞机 它的机枪在 机翼顶上 所以不像德军的 他给有同手 跟罗军讲同步机枪 可以直接对准 对着低机的机尾 这差很多 这拉线 的部分 恭喜啦 非常的细致啊 非常的细 做穿一定很漂亮 然后它的涂装呢 说明呢 是彩色的 直接直接让你能够 第一时间掌握到颜色 一二三四 四种涂装 充满了那个年代的飞行的浪漫 啊 跟味道 那以上呢 就是跟大家介绍的 一比三十二 纽波特的 New 16 Special Hobby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